大家好,我是MyFM的Joe曾堯祖 目前擔任的是Part-Time DJ 而我的夢想的話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目前要踏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就是要結婚了 所以我的夢想當然是跟我的另一個伴侶有關 夢想這個字用夢 香港有一個很偉大的作詞人 就是用了作為我夢想 林夕,林夕,林夕 在叢林之間看這個夕陽和心愛的人 就是我目前的夢想 夢想可以很偉大 也可以很西洋 但是做人一定要有夢想 而且不要怕我一定要有一個夢想 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 夢想只有一個的話 有一點點是人 如果你可以有幾個夢想 也不會覺得自己太過貪心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夢想 未必可以帶到你去目的地 但是它一定可以令你學懂一些東西 感覺上就好像一種刪除法 如果夢想A 你學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覺得不對,你扔掉它 如果夢想B 你學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覺得又不對,扔掉它 但是整個過程當中 你就會學到很多東西 到最後你就會發覺 其實原來還有一個夢想 你是唯一堅持著 你不會想扔掉它 它很可能就是你最初中的一個夢想 但是你就會發覺 原本很艱難去達到這個目標的這個夢想 因為你過程當中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現在你要完成這個夢想 更加是由人有疑 所以做人一定要有夢想 像星夜所說 做人沒有夢想 跟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呢? 但是可樂鹹魚都想成為最香的鹹魚 這個就是他夢想 現在連鹹魚都有夢想 你還等什麼呢? 愛情和麵包 很多人都問我 愛情和事業有沒有辦法 兩樣都兼顧得到呢? 那你要問回你自己 每個人都要事業的 但是當你事業進入低潮的時候 需不需要一個人去付出你呢? 我相信是要的 而這個人對你來說 一定要很重要 值得信任的 正所謂出外靠朋友 但是一時候 朋友你都未必可以100%信任得過 但是愛人就不一樣了 他會全心全意為你 全心全意默默做你 身邊或者身後的人 讓你堅持 讓你扶持 所以愛情和事業 有沒有辦法兩者兼顧呢? 是視乎你怎麼看的 我相信這兩個如果可以結合的話 你的人生更加的美滿 12月3號 記得媽定這個日子 因為 再見我愛你 去媽感動上映 一定要去看呀 Love 她是我女兒小月 在KL做事業的 我媽還不知道我轉介的事 這是我兄弟阿森 我爸爸不喜歡我畫畫 常來這裡教我畫畫 她就是陳公子 是海產批發的少爺 我覺得 醫療的事情不能疏忽 這方面我可以幫到嗎 她竟然對我有好感 從你的眼神中 感覺到她有很多話要跟我講 少爺 我戀愛了 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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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在想 所謂的夢想是什麼 畫畫能賺到錢有前途嗎 你出賣我 我沒有出賣你 以後不要讓我再看到你玩音樂 你接近我們小月 到底有什麼目的 你又玩你玩呢 你憑什麼跟她在一起 我對你真的很好 你應該跟她到城市發展的 現實是貪酷的 我們還是要面對生活 不是嗎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在影響身邊的人 所以 你別小看你自己 有色情感 你只做什麼 我真的有給你 人家 你也為甚麼 你也為甚麼 你也會你說 我自己的 你為甚麼 感谢观看